我是運大人 這次來到泰國 因為泰國就是地鐵 在步行為主 所以我們會走非常多的路 那我自己有一雙球鞋 那我之前覺得用那雙球鞋走路 並不是那麼適合 腳會痠,腳會蠻痛的 而且那雙球鞋比較大 是NMD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鞋底 我已經穿了一天 昨天走了一萬八千多塊 那這雙鞋底它的鞋底比較軟 然後整雙鞋子的材質比較輕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這邊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這個是採用襪套的設計 也就是說你腳套進去之後 它其實鞋帶不用鬆掉 它整雙的材質都是那種彈性布料 這邊是用襪套的設計 那也就是說你把腳塞進去之後 然後它就會緊緊的包 那我昨天實機走了一整天 然後我會覺得它的 穿起來感覺很輕 然後腳的包覆性很好 然後它是適合東方人的寬炫頭設計 寬炫頭設計 寬炫頭設計 可以看一下 然後腳就兩邊啊 跟下面的地方支撐性都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整個走起來的感覺是 包覆性很強 然後比較不會痠痛 然後整天都覺得 腳有被緊緊的包住 然後也走起來會比較輕鬆 然後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它這個鞋的後腳跟這個地方 它做的比較軟 也就是說我腳可以這樣子踩著 直接當半拖鞋 那種張背鞋 那種形式來穿 這樣這樣 也可以這樣踩 很方便 然後穿拖也很方便 就鞋帶躺好之後 就不用會打開了 直接這樣靠 再來是它的鞋墊 鞋墊的設計 它比較厚 然後也比較透氣 然後這雙目前在Laneu的門市 都有展示 試穿的時候 它會先幫你量腳 我原本以為我自己的腳 是美國的size 是8號半 然後他們原本就要拿26號給我 結果我現場一兩 就發現我的腳其實是比較小的 他們後來最後挑了 超乎我預期的小的size給我 直接去現場 我直接試穿 他們會不斷的試 看你走路的情況 然後再試到你最適合的size 然後再讓你帶著 這是這雙鞋子的心得分享 謝謝大家